前面视频中,咱研究了点和圆,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 这个视频,咱再来研究一下圆和圆的位置关系 这有两个半径不相等的圆 如果移动这个小圆 你会发现,无论怎么移,它们的位置关系只有五种 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这样 还可能是这样,这样,或者这样 那这五种位置关系分别叫什么呢 在直线和圆的位置关系中 咱是根据公共点的个数来区分不同位置关系的 这里,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区分 先看这种,它们有两个公共点 那咱就说这两个圆相交 再看这种和这种,它们都有一个公共点 那咱就说这两个圆相切 但这两种相切方式不一样 为了区分它俩,就把这种叫做外切 这种叫做内切 接着再看剩下的这两种 它们没有公共点 那咱就说这两个圆相离 同样为了区分它俩 就把这种叫做外离 这种叫做内涵 五种不同的位置关系说完了 接着再说说如何来判断它们 这个嘛,你可以通过圆心到圆心的距离 也就是所谓的圆心距来判断 首先,咱来看看相切的这两种特殊情况 当这两个圆外切时 圆心距恰好等于这两个半径的和 而当这两个圆内切时 圆心距恰好等于大圆半径减小圆半径 也就是这两个半径的差 接着再来看这三种情况 当这两个圆外离时 圆心距就大于两个半径的和 当两个圆相交时 圆心距就介于两个半径的和 与两个半径的差之间 也就是小于两个半径和大于两个半径差 当这两个圆内含时 圆心距小于两个半径的差 看来,要想把圆和圆的位置关系搞清楚 那只要看圆心距与两个半径的和 以及两个半径的差之间的大小关系就行 你可以把这种关系在数字上清晰的表示出来 这个点表示半径和 这个点表示半径差 根据刚才的分析 如果圆心距恰好等于半径和 两圆就外切 如果圆心距恰好等于半径差 两圆就内切 如果圆心距大于半径和 那就外离 如果圆心距在和差之间 那就相交 如果圆心距小于半径差 那就内含 以后要判断两圆的位置关系 你只要先算圆心距 再跟两圆的半径和与半径差进行比较就行 举个例子来说 这有两个圆 一个半径是6 一个半径是2 如果要你判断这两圆的位置 那就先算出半径的和 与差 6加2得8 6减2得4 如果告诉你 它们的圆心距是10 那10一定大于8 这两个圆就外离 如果把圆心距变短变成8 那8恰好等于8 这两个圆就外切 如果再变短变成7 那7小于8 大于4 这两个圆就相交 如果继续变短到4 那4恰好等于4 这两个圆就内切 如果直至变短到2 那2小于4 这两个圆就内含 以上就是两圆之间的位置关系 总共有5种 外离 外切 相交 内切 和内含 如果要判断两圆的位置关系 只要算出圆心距 再跟两圆的半径和 与半径差进行比较就行 怎么样 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 就赶紧去刷题试试吧